目前美术馆采全面预约制 请配合高美馆防疫入馆区之 详情请到高雄市立美术馆FB粉丝专页查看哦 薛阿甸与阿诚是阿特茶水间的地头蛇 你要继续被老板压榨 还是来跟我们聊天呢 建议大家偶尔偷懒一下 与我们轻松谈论品实生意南下宴的艺术吧 欢迎来到阿特茶水间 我是薛阿甸 我是阿诚 今天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大家应该听到回应比较大 对 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展场内 没错 我们在高美馆啦 对高美馆 然后旁边有两位老师陪我们聊天今天 这两位老师就是这一档展览的策展老师们 那分别是工作均老师跟徐远达老师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谢谢大家 哈哈哈哈 这么严肃 结束了 算了吧 结束了 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听 哈哈哈哈 这是三秒 我们的空白这样 哈哈哈哈 真是太好赚了 哈哈哈哈 我们想要有那种Junkage的感觉 哈哈哈哈 那要撑到其实 4分3分3 撑到4分我们撑不下去 哈哈哈哈 不可以笑 好赞 谁先笑就谁 谁就输了 等一下请课 哈哈 不行 我刚来路上被拍了一张超速法单 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 哈哈哈哈 为了这个方案 已经先付出一个成本了 对对对对 付出很多啦 好为了这个方案付出很多 真的 真的 好那呃这一次是因为 其实我们之前就有想说 要请两位老师上节目来 对 跟我们聊一下这档展览哦 对 那呃但是 无奈那个疫情爆发 王八蛋 对王八蛋 是我们人类自己王八蛋 哈哈哈哈 对啦 然后就就就没办法 对啊没办法 但是还好现在有 稍微的微解风 微解风 对 好 微微解 微微解 我们都还是有戴着口罩哦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 都还有戴口罩 我们现在是微podcast 对 哈哈哈哈 那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希望也是 微罚单会 哈哈哈哈 希望是对对 希望是 希望是拍到隔壁那一台 哈哈哈哈 那但是还是很容易 受到高美馆的邀请哦 然后 注意到那个 COG有聊到高 呃这档 李俊贤老师的展览 那后来就是因为跟那个 显阳这边有联系 跟协助之下 所以促成了这次 微解风的 呃 微录音 对 微录音啊 我觉得我真的 我觉得很 我真的觉得COG很 不得了耶 哈哈哈哈 你不说话 我想不了说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为COG是我们 算是我们里面制作的那个 呃应该算是成本 时间成本最大的 对 Shotting啦 啊我在旁边那个就是剪片 哈哈哈哈 没有是我自己剪的 哦对 我在调音后置 对后置 呃但是微解风之下 大家还是可以跟高美馆预约来这边看展览啦 嗯 去登记一下 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哦 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线上展览 线上展厅 对 那个内容很丰富 然后你要看到多细节就有多细节 你知道滚轮一直滚进去就好 再滚出来 滚多快都不会被拍到 哈哈哈哈 我是需要这个 就是滚动式调整啊 滚动式的 滚动式展览 对对对对 所以你可以按进去里面这样 一直滚 嘿 滚大滚小 不能滚太快 在里面还好 哈哈哈哈 在线上一廊里面还好 是不是算相对安全 对对对 如果开太快来那个高美馆 就会有发单 嗯 好那大家可以到 那个我们的档案里面找6月3号的C邮记 就介绍这档展览 但是我们今天既然都找策展老师来了 当然就是要问个更仔细的一些问题 对 因为听众一定会很好奇 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到现场看展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只能透过可能是影像啊 或是语音这种方式来认识一档展览 那我觉得可能要用一个概括式 或是情境式的展明来讲述李俊贤老师这样的展览 其实很不容易哦 因为对于熟知跟认识馆长的人可能就会知道说 李俊贤三个字就可以完全的代表说这个人背后的一些可能艺术观 或者是他的想法 或是可以直接的联想到馆长的所有事情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看展如果他不认识这个人之下 展览就像是我在挑书去看一个 去书局看书的时候 封面吗 封面啊或者是展明 书名我会先注意到 所以吸引我的话 我就会想要进来去翻阅这本书籍 那如果要透过展明来对展场感兴趣的话 他才会想要去看展嘛 那第一印象就是来自于这个展览的展明 然后我想说 问一下两位老师对于展明啊 这个设定这三个字 那个Takao 台客跟南方Hugh的这个 这三个分别的代表是什么意思 让听众有一个想象联想这样 这个问题不是很有挑战性 所以我们请阿达来回答就好了 其实当初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想说太难了 就是你很难用一个标题去 把它笼罩住代表李俊贤这样 所以你看李俊贤在后面 就可以平衡前面的 对不对三点 但后来我们就只好用三点的方式 三八点方的方式来表现李俊贤的丰富性 因为三者为多嘛 老师干嘛呢 然后后来当然就说我们讨论到后面就是说 我们是要以他的生命历程的所在 跟这个他标志性的是什么 然后他的绘画性里面的特色是什么 然后所以大家在激烈的讨论 真的很激烈哦 如果放出来你们小朋友受不了的那种激烈 然后题目才出来 所以本来是打狗 后来但是就是说这样还是中文嘛 还是汉文 然后我们就恢复到Takao的 比较南岛的那个部分 所以是Takao台课南方Hugh这样 对因为还有一些像 其实这个题目是真的很困难 因为像南岛对 或是说海洋这个主题 它跟整个展览的关系都很紧密 对 那要怎么放进去呢 就是我们前面有列了很多 但是像那个Shartin讲的就是说 你如果展览的题目没取好 很白的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理性与感性 那理性与感性 这样的展览 大家就觉得上次不是看过了吗 对 就是希望题目就可以指向那种感觉 这样 对 诶老师我们讲一下Hugh啊 跟他们讲一下南方Hugh 对啊 因为Hugh就会想到那个一些 以视觉上来讲的话 会直接联想到美国的那个 Jackson Pollock 他的那些 南语的Hugh吗 对 Hugh 就是甩动啊 那种感觉 嗯 那因为我看李俊贤馆长的作品 会觉得那个他的Hugh是 就算只有一笔 他也是很肯定 而且是扎实的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Hugh是 具有他自己的意念的 意识存在 他不是一个很随机的那种感受 也是有 但是我觉得他知道那些Hugh他要去哪里 而不是一个很散发的 而且是没有友谊的 所以我就想说 那李俊贤老师馆长他的那个南方Hugh 因为又强调南方的这个特质是什么 这题目不是很有挑战性的 所以我开玩笑 我等一下准备一个有挑战性的题目 其实题目 因为我自己做杂志做很久 就是从张老师月刊到艺术观点 题目很重要的一个要诀 就是下大诀的时候 一定要有动词 所以Takau 台客 南方Hugh 其实他的重点就是在这个Hugh 因为Hugh在台语里面 他就本身就有动作的感觉 那动词的话 他就会比较开展出一个世界 那刚好因为Hugh这个罗马拼音 他又跟这个英语里面的色调色相 这个部分可以连接在一起 所以他除了从李俊贤的技法 就是因为他要说帮球 所以说帮球里面的Hugh 跟他在画的时候 他在画的时候的这种画笔的 这种速度跟力量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再比如说看这个Francis Pagan 他的这些画里面 教皇英诺森十四呢 那一种速度跟暴力的感觉 他必须要透过这个Hugh 当然他那个是只有直球而已 但是培根他也有转的 就是旋转到画布里面 或是从画布里面旋转出来的 这种画笔的笔刷 那所以用Hugh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希望把这种从棒球 从画笔的这种运动 那从这个色调色相的 这种特殊性的掌握 这样一个美学出发 然后让这个题目 它有好几个层次 可以让观众去阅读 这其实也台语里面的那个 馆长其实在一次 好像南画廊的访谈里面 其实有谈到就是说 Hugh这个东西 其实还是台语里面就是说 我甩不甩你 我有给你Hugh 不然我给你Hugh 说得粗的就 你们可以逼掉没关系 就是说Hugh男的 YHugh男的 YHugh男 他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 好 要多讲几次让你们逼吗 不用逼啊 我们不用逼啊 你们这个是很开放的 我们这不用逼的 Hugh男 所以说我 虽然他好像听起来 有个男听起来好像是典语 但是 当我要Hugh男的时代表 我很关切这样的状态 所以馆长他的意思 李俊玄的意思就说 要买我买就要买台湾 就是说你一定要关心台湾 要买这样 买死你 买死你 然后那个像刚刚那个 Sharding Sharding 你应该Sharding嘛 我不甩我发现的 Sharding讲的那个 这个买其实像老师说的 因为它棒球 所以其实它确实是 它是其实要那个力道 但是它可以很精准的 在那一个位置上面 它倒不是那种真正的 自动性计法 而是精准性计法 嗯嗯嗯 那接下来我换我问一个 比较具有挑战性的一点的问题 那要看看 那要我们两个看看 它到底去不去 来咯 这是每个来宾 我们都会问的问题 来咯 请问老师们的星座是什么 哦 哈哈哈哈 这个问题 我还有关心自己一下 哈哈哈哈 要cue自己一下 对对对 cue自己一下 那老师先 长者嘛 长者 那哪个先爬 光老师是 这个问题有点难度 哈哈哈哈 所以就由我先开始好了 对对对 哦 我是那个水瓶座 哦 水瓶座跟这个展览的关系就是 因为这个展览很多水 哦 然后 刚才讲到Hugh呢 跟这个Pollock的这种 波剑 这种滴洒的 这种技法 也有关系 但是 呃 其实是没什么关系 哈哈哈哈 没有啦 就是 水瓶座 就先介绍到这里 那有因为这档展览 有那么多水而发吗 呃 我觉得 目前为止 感觉都在发的过程中 好 没错哦 就是大家好像还 蛮肯定这个展览 哦 自己在讲 哈哈哈哈 我们讲 自封为什么 军中女神 才会变成军中女神 所以这展览很多人来看 是没有错 对对 而且 好像 一解封 一为解封 立刻有 至少有一个人进来 对 看这个展览 哈哈哈哈 哦那很不错耶 对 请问进来开灯 哈哈哈哈 我们很确信 因为要有人开灯 哈哈哈哈 不然听说没有没有 听说预约都满了这样 哦 对 但是是要 那个预约赖凉美智 在隔壁 在隔壁 我满 不是啦 我赖你了啦 哈哈哈哈 赖你了 赖你了 那阿达老师 哦 我双子座 哦 我双子座 其实我们 合作很合 我们都风向的啦 对 都风向性座 不会 不会那个 某一位是双子的吧 呃 你说哪一位 你家的那一位 我家 不是耶 哦不是啊 我家那一位 李登辉不是双子的 他是跟 李登辉同一个星座 啊李登辉那是什么星座啊 李登辉是跟 毛泽东同一个星座 什么是火象星座吧 知道 喊在那个 先不讨论人家的私事 那我再问一个 也是应该蛮有挑战性的问题 那李俊贤老师的星座 诶我们不知道诶 诶 我因为我对星座 就跟你说没研究 我两个就 没研究 没有办法 毕节目会研究星座 有不是啊 他是摩羯座 摩羯座吗 我记得好像是摩羯座 哦 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你要问他摩羯座 摩羯座应该是很谨慎吧 摩羯座就是 李登辉的星座 哦 哦一切解答都出来了 也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 哦 ok ok 蛤毛泽东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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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那你要分析一下摩羯座的特性是什么 你们知道有研究吗 微微的 微微的 就很就是很那个啊 很谨慎啊 然后做事情就是一步一脚印啊 哦有哦 因為他 你們知道他的名字嗎? 英文名字 不知道 Ginshan 他叫Stone Lee Stone Stone 就是石頭 Stone 他的筆名以前叫Stone 那這個是他朋友給他的綽號 因為他都是很謹慎 譬如說人家前三個笑話講完了 都笑完了 他第四個笑話的時候才會笑第一個笑話 要有效率的笑 要有效率 你不是要笑 要謹慎思考 已經是笑話過了 對 才真正覺得好笑 或是人家別的議題都發表完了 他在 真的 對 這點我跟他很像 對 他就叫Stone 對啊 就 我剛才覺得 像阿達老師講那個警衛的笑話 你現在就覺得很好笑 哈哈哈 那你可以改英文名字 哈哈哈 Stone 哈哈哈 啊 還有什麼困難的問題 困難問題我這邊已經結束了 哦 哇 人生這麼不容易 人生這麼簡單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後那 呃 因為那個 在 那個 展明裡面 其實都有很多台灣的意象 譬如說他靠就是高雄 然後南方也是 關於 也可以 稱為 南 呃 台灣的南方 或者是整個東南亞的一個南方的概念 但是在 呃 我覺得這些都很有 李俊賢老師他的一個台位吧 嗯 因為在他的作品裡面都 很有 很有 一種土性 嗯 那 很有像是 作品裡面會融入地方名稱啊 台語啊 彰化 文化 或者是一些地景之物 尤其是南方的地景之物很多 嗯 那還有一些土地感 那 我想請問兩位認為 李俊賢館長他的台位 是什麼 嗯 嗯 這個問題 有點簡單 哈哈哈哈 請阿達老師先好了 好 我想這個跟他居住的高雄有關係啦 他他有談到其實 當他在 當他回國之後在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他 他他他對台的概念是 台灣計畫 之前 不是之後啊 之前1989 他他要回來之前 他就有感覺到 因為我們那187戒嚴 戒嚴嘛 他想那台灣 主體性要 或是台 台位怎麼 自己的文化的東西怎麼表現 嗯 所以他就陷入長期的思考 然後他就在那個 台灣計畫裡面 是 他就開始搜尋 搜尋自己的文化 所以 但問題是什麼 你怎麼老啊 哈哈哈哈 土地 土地 台位 台位啦 台位啦 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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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看我說這問題 我是怕 我是怕 待會回答老半天 說 欸老師 不是在說這個喔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 年紀大 很容易離題 哈哈哈哈 台位這個他就是開始找 其實這個 在他退伍之後 在高雄就慢慢有接觸到的 譬如說 他 他是 草芽 到那 那 那 打掃 他就覺得 哇 那些都 視覺 張木 望去 都是 剃除 都是 剃掉的 鋼鐵 零件 然後 那工人 也都是 黑黑 生生 他 稱為 生生病 這樣 嗯 所以他 他 他 整個 成長歷程 跟他 開始有意識 在觀察文化 這件事的時候 他就發現 這個很有力道 這是 藏民的 東西 所以他是從這裡出發 去尋找 台位的 也就是說 Loco 嗯 Loco 哈哈 Loco Loco 一定會發音 哈哈哈 Loco 他就在找這個 Loco的東西 這樣 欸 所以 順向的一直找 就會變成說 欸 他在找 好爽啊 嗯 找這種 出力感 嗯 強對比 大 有力的比觸 像 像剛剛 那個工老師 這樣 這樣 這些東西 都是從 台灣計畫裡面 不管從內容 什麼去凝結成 他視覺去表現 他觀察到 台灣文化裡面 這一塊 有力道的 那個東西 變成 繪畫性這樣 嗯 這是他的 一個部分的台位 這樣 嗯 嗯 嗯 我覺得很 呃 他也這樣 老師還沒講 好像是有給我 哦 所以我以為你 你可以 主持棒給我們兩個就好了啊 哈哈哈 我以為這個問題已經甩鍋給阿娜老師了 沒有 好我們補充 我們光台位可以聊 我們可以聊很久 你們有睡袋吧 我們等一下記憶體會爆掉 哈哈哈 我們簡潔的 我們簡潔的花個三個小時 請龔老師來講台位 哈哈哈 我用兩個字來講啊 哦 這個是飄撇 嗯嗯 這個是 穿 穿 穿 那 飄撇的意思就是說 呃 如果從高雄出發來講台位的話 因為高雄不僅是一個工業城市 嗯 那它本身也是一個移民的城市 那這樣一個移民 不只是清代啦 到後來在殖民地時期到現代化的過程裡面 這些進出口加工區啊 然後 呃 港口碼頭 哦 這種拆船造船等等 這樣這樣子的一個需要大量密集 勞動人力的齁 這個城市 它就有一種 漂撇的這種感覺 是 因為大家都是出門在外 那另外是 南部人到台北去齁 去新村啊 還是說搬郊 是 這些衛星城市去做勞動的時候 他也有一種 這種 漂撇 不安定的 這種移民的齁 這樣一個感覺 那第二個是 窗啦 嗯 那 雖然說是 跟土地本身有一定的這樣一個距離 可是 工業城市裡面的 這種 生活狀態 它會跟 比如說拆船 你跟這些鋼鐵啊 你跟 這個水泥啊 嗯 然後 跟這個 進出口加工區的這些物件啊 其實跟這種物質性 比較接近 嗯 它跟台北就不太一樣 嗯 因為台北它是一個文化資訊的 政治的這樣一個城市 所以它的 它在講話 羞恥 嗯 就比較間接 它要講 要講很多 要繞很多圈子 不過在高雄不是這樣 所以說 窗這種感覺 它在語言上面 會覺得說 這語言比較直接 但是這個窗它也有 植物不斷的在生長 然後 一年四季在台灣南部 它不停的在竄 在 在竄起來 這是這樣子一個 這樣子一個感覺 那 當然竄也有很突兀的感覺 就是說 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是 殘肉啊 就是 沒有那麼的 呃 像 我們在 呃可能李俊賢他在紐約 或者說 呃一般 我們在看 這種 西方美術史裡面 在歐洲的 那種視覺 這麼平順 所以 從這兩個部分 從高雄出發 漂撇 跟串 來談這個台位 這個也是 嗯 我們在 下這個標題時候的 一些想法 對 你們兩個可能 不大知道串是什麼 對不對 我只能聯想到那個 Y哥起串的那個 不是 不會啊 我們也會講說 哇 你今天很刺喔 這樣子 非常好 對啊 因為我就是住在草芽道附近的 哈哈哈哈 很刺的 就是很厲害 超屌 這樣 對 因為這個字在那個前導影片 我記得大家 就是請一些那個 藝術空間的人 來講這個字嗎 對啊 它就是一個力道跟 而且刺有那個 刺 刺到 這樣 刺到 其實你看它的圖 就是想刺那個 神美美白的那種 美學的 因為它就是 用這種高對比 跟力道 反那種 對 我覺得我很好奇 兩位老師對於就是 台位 就是大家會覺得台位 是一種貶義詞 老師們是怎麼看 因為我們 會說念台好像是覺得 第一反應就是覺得說 好像是在 貶義的意思 但是如果 我說欸你很日系欸 好像沒有人會這樣子罵人 喔 對不對 我想這個是 比較嚴肅啦 說到這把我們就 收起我們的嚴肅 露出我們嬉皮笑臉 然後被 沒有啦 因為其實 為什麼我們 一個語言跟文化 都是客觀的 為什麼它叫貶義 當然是當權者 刻意或是某個 某個社會 因為它在某個 意識形態下 刻意的去貶低它嘛 那我們 包括不只你們這個世代 包括我們這個世代 也都是 在那個刻意 你們是發酵時代 我們是政策時代 我們都不能講台語 講台語就要被 被罰錢 被罰很多 因為其實我不大會講中文 嘿 所以小時候可以勸到 一學期勸到四十幾塊 哇 那是天價 所以 所以這個就可以回應到 剛剛你講的就是說 其實 李進賢正是因為他從紐約 這個國際觀回來之後 去觀看自己的文化 是這麼豐富 所以他把台客 這個刻意的揹在身上 因為他就覺得 我台客我驕傲啊 是這樣的 他也有在顯露一些 挖掘一些文化 讓文化更認同自己 這樣 他也希望別人能夠經由他作品 更認同自己的主題文化這樣 嗯 那我這部分 我跟阿達的經驗是 比較相反 因為 我父母親都外省人 嗯 所以我小學時候就是那種 講國語講很好 參加演講比賽 參加座文比賽 參加 參加 書法比賽 還有交通安全 那個沒有關係 哈哈哈 那個也有演講 交通安全 我要去上欸 哈哈哈 對 然後 但是我可以感覺到我下課之後 的生活 其實跟這個社會還有這個土地啊 其實我不知道我同學在做什麼 哦 因為他在講話我聽不懂 嗯 但是一直到國中 我其實都不知道 我同學下課之後去哪裡 嗯 因為他在講講 要去哪裡 我全部都聽不懂 嗯 全部都不知道 然後 什麼神明生日 為什麼最近 為什麼 明天是神明生日 為什麼要遶境 然後為什麼 這些人是從哪裡跑出來 啊 跟平常都沒看到 是 遶境的時候才有這麼多人 嗯 這些我完全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 他的確是有被壓抑 而且是很嚴重的壓抑 因為在 外省人的圈子裡面 其實是接觸不到 那一塊 除非你是 住在這種老的 城市的社區裡面 對 你才能夠很自然的接觸到 那我會覺得就 呂俊賢他們這一代來講 因為最近我也 寫了一篇張新批老師的 嗯 這些這個文章 那 張新批老師跟李俊賢 回來台灣的時間 大概前後差不多幾年 嗯 張新批是九三 嗯 他晚一點 但是 我覺得從 從張新批的角度來看 李俊賢會更明顯 嗯 因為 張新批以李 維也納 嗯 已經加入維也納分離派 算是維也納非常主流的 嗯 他就想說 我究竟要 簡單說 我究竟要變成歐洲人 還是我要回台灣 就兩種選擇 搞不好 九三年的時候 他決定就回台灣 但是回台灣 要做就做徹底 嗯 因為回台灣他如果 他那時候畫的東西呢 其實跟李俊賢走的路線 很接近 嗯 嗯 但是 他可以走另外一種 德國新表現主義的 對 那種畫風 啊台北圈是很 很重視這一套 是 所以 北美館他的展覽 很早喔 在九三年那時候 張新批就 放棄 他 就是他不給那種 台北要的東西 嗯 他就做美農啊 做高雄這邊的 結果到了 北美館就再也不找他了 好 所以 張新批跟李俊賢 我覺得他們在九零年代初期 從歐洲回來也好 從美國回來也好 嗯 其實他們都做了一個 其實是很困難的選擇 對 因為 因為 就 台北的角度來講 如果你的東西沒有日系的 或是沒有歐系的 這種 等於說當代藝術的這些表現的要素的話 其實你進不了那個圈子 那 但是有一波的改變是 一直在延續就是 96年 北美館的雙年展 就是台灣藝術主體系 對 那這個時候 李俊賢我覺得他 呃 等於說跳出來 讓這個台味的 這樣子一個主題呢 呃 被更明顯的討論 那變成一個問題 嗯 但是 我會覺得這個中間 就是96年到現在 已經經過25年了 那一直到李俊賢現在過世呢 我覺得 我們重新再提出這個 這種 美學風格的這個討論 要告訴大家的 其實就是說 他其實跟 土地啊 氣候啊 跟這種藝術史 呃 如何去跳出甜美的 這種印象派 後期印象派的 那些寫生概念 然後給予一種新的 表現性的要素呢 那我們要講的是這樣子的台味 嗯 那這樣子的表現性 它的力度 甚至有某一種暴力性 然後有一種不同的 對於光 跟這種戶外的 這樣子的一個 氣候的條件的 一種描述呢 我覺得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很仔細去對比 就是台灣的當代藝術啊 特別是台北 台北的這個發展 跟南部的發展喔 張欣批跟李俊賢他們做的 就非常不同於台北的 對 當代藝術啊 也不是 他也不是個抽象的 他不走抽象主義的這個路線 也不走硬邊的這個路線 那我覺得這部分是 我覺得台客在這個部分 他需要藝術家出來更新 否則的話 在大眾文化裡面 很容易像剛剛主持人所講的 就是說 把它變成一個負面的貶值 對 嗯 聽到了齁 哈哈哈哈 那個論文 論文報告完畢 哈哈哈哈 老師這是你隱言吧 我們不知道要有兩個半小時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啊 嗯 那剛剛聽到的那些 其實都跟館長 他個人的生命歷程 很有關 很有很大的關聯性 嗯 那會因為這一些元素 就是他自己表現出來的 這些創作形式 或者是內容 呃 概念等等的 來影響到 我們這一次展覽的那些布局嗎 就是在每一個展覽室 就是有為他不一樣的分類嗎 有啊 那個因為展覽的那個 布局是我事先規劃 然後讓大家討論這樣 嗯 那其實最 呃 比較特殊的相對於其他展覽 就是主圖啦 哦 我們的概念其實是主圖 就是說 所謂的主圖就是說 把一個系列的東西 全部都 很近距離的相依偎的這樣 而不是一張一張 放在一個水瓶上 這樣的一個展成方式 有一點 那個狀態 嗯 去符印他自己本身的美學 也就是 不是那種 呃 菱角分明 比較硬邊的那種展成形式 乾乾淨淨的這樣 因為這樣好像 又跟畫面的那個豐富性 會打架 嗯 所以我們就在展成上面 把 把它 因為他這個之前在 VT跟這個絕對空間 也都有 接受了這樣的一個展成形式 嗯 所以我們在策展團隊 在討論的時候 就決定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下去呈現那個部分 這樣 嗯 甚至還有一些小池灘的桌椅嗎 什麼的 對 在後面 就是八個年表那邊 對八個年表 那因為看到那些現成物啊 就像小池灘桌椅啊 然後主打的那些主題板 嗯 就是還有外面那個八個浪 那個部分喔 然後還有貨櫃 它其實都是真的來自於現實 生活中的物件 然後我相信也是館長 他親自看過用過 或是體驗過的一個 呃過程 然後他把 把它擷取到一個 就是我們所謂的 一個比較 呃 規矩的美術館裡面 來這樣 那我認為他就 不再只是一個物件而已 因為畢竟他也是跟館長 他有一個很直接性的連結 嗯 而且也是 嗯 跟就是館長他的經驗裡頭 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為像貨櫃就跟高雄港很有關係嘛 嗯 那他也是很親近於我們生活中的東西 像是 可能是 店家做的那個座椅啊 嗯 那些那個小板等等的 其實他們的歷史或者是故事都 還要比美術館還要來得久 就是那個 那個 美術館它本身可能是一個 呃 讓 創作者 進來發生的地方 但是 呃 會讓創作者 想要創作或 呃 去發現生活的地方 其實是在外面的 嗯 就是在環繞在我們生活中 平常的東西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開心看到這些東西進到展場 嗯 嗯 其實我們在設計整個展場的調性的時候 其實是考慮到 作品既然是這麼強調在地文化 嗯 那我們怎麼在我們的 策展的策略上面 布展的策略上面 去呈現那個調性 如果我們今天用一個 很乾淨的木條架子 然後弄 弄一個很現代的 很極簡的一個年表 那大家會覺得說 哇 齁 沒感覺 好像跟這個展覽就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今天我們 就想想辦法把調子統一 變成是一個主子 那主子它 天生就有拒絕 拒絕 呃應該說是規整的 嗯 那個特性 而且它也比較有彈性 而且它也比較便宜 哦 當然不是便宜 哈哈哈 是說 不是沒有經費 我們經費很多 哦 那其實那個便宜說 欸 長民他們 都在用的最 對 最直接的材料 啊其實那個在地性 就會跑出來這樣 嗯 我們是在這樣考 設想的 不可能經費很多 用塊木吧 哈哈哈 欸 那個 那個 貨櫃啊 貨櫃其實很重要 因為 再補充一下 貨櫃其實是它 它自己是那個 欸老師那個這樣 國際 國際 國際貨櫃 藝術節 的策展人 對 這兩個 一個是高雄的身份 一個是國際貨櫃藝術節的策展人的身份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 決定 既然 那個跟它成長有關 也跟它的生命史有關 我們就覺得 欸那放貨櫃進去 那其他的像是那些 那個 小吃探的桌椅啊 我記得在外面 嗯 好像有 那那些的 就是選擇他們的 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 他們 就是 呃 以前他在後來魚刺客 的這些連結裡面 他們就常在石泉路那邊 對 有一個魚刺根 就是 全金 海山島 那邊跟 不同的藝術家集結 嗯 然後這個變成一個 還蠻常態性的 藝術家集結跟交換的 一種討論的平台 那 但是他的style就是很 路邊攤 就是 而且 呃大家都還蠻珍惜這種 討論的 這種狀態 嗯 嗯 那可能 喝醉酒還會在那邊唱歌啊 然後 呃會玩到很晚 對 玩到 連那個 海山島老闆都會覺得說 欸就讓你們繼續好了 那但是他 準備要關門就關到一半 那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去比較 呃 包括吳天章啊 或者說 這個楊茂林啊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年齡層之下的表現 呃楊茂林跟吳天章也很強調台位的 這個部分 嗯 但是呃 吳天章的部分就 他會取用一些像 烈烈烈封城 嗯 這個電影海報的 這些影像 然後去做一些裝置喔 他取用的這個象征性喔 象征符號性喔喔 我覺得跟楊茂林喔喔 在這個部分 呃 應該是兩個沒說好 但是 都很接近一種 會有一些象征性喔 嗯 但我覺得這個跟李俊賢 如果做一個比較簡單的比較的話 就會覺得欸 他好像不是在做象征 嗯 嗯 他是直接在講那個經驗 嗯 嗯 比如說貨櫃的經驗 對 然後變成貨櫃藝術節 然後 海山打的這樣一個經驗 然後變成魚刺根 嗯 這樣一個經驗 然後笛格柱喔 這樣一個經驗 變成 這個新台灣壁畫隊喔 這樣子的一個 在展場裡面呈現的這種方式喔 那所以我覺得 呃 團隊在討論 然後呃 學院達老師在做設計的時候 就很巧妙的 嗯 把這種 我覺得 有一種非虚構性啊 嗯 就是你看他的作品 好像不覺得他在談一種象征啊 比喻啊 影域啊 都沒有 嗯 他是直接在講那種 謝謝 當下的比較強烈的感覺 嗯 嗯 那這個部分是我覺得他跟 呃 像漢圖社喔 嗯 在風格上面去比較起來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 我覺得展場這樣的一個設計 也比較接近這個狀態 嗯 就是沒有要做什麼比喻 嗯 他就是講很直接的氛圍 嗯 跟感覺這樣子 就很像是剛剛前面 老師說到那個 呃 可能南方啊 高雄啊 會比較直接的去說話 而不會 登彎誰 感覺 對 對 職球對決 職球對決 這是南部人的特質吧 地心引力 抓不住 好我們這邊先進一下廣告好了 好 他靠台客南方休李俊賢 展出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二樓展覽室 展出時間即日起至9月3號 策展人工作均徐苑達 目前美術館採全面預約制 請配合高美館防疫入館區之 詳情請到高雄市立美術館FB粉絲專頁查看哦 好 那我們繼續接著 嗯 那呃我還是想問說就是 我們剛剛所說的那些物件其實都代表著人的移動 然後才有機會去看到這些東西 嗯 嗯 用 還有去用到這些東西啊 那館長他本人的話 他移動的那個區域跟跨度其實很大 因為像是從台灣到紐約 然後再返台 然後他在一 嗯 1991年到2000年 這 十年間又進行了台灣計畫嘛 那就會看到 像那個工老師他 在高美館的那個影片裡面 他有提到說 會看到很多拼貼啊 攝影的一些實驗性作品 嗯 我想要請問兩位 就是在 館長他的這種身體 在土地上的這些位移 跟後來 就是在台灣的這個十年的 台灣計畫的旅行之中 給他最大的影響 或是有影響到的是哪些部分 呃我會覺得說 如果從後期我們顛倒回來看 就是我覺得比較少被談的 是關於這種比如說海洋的 就是海波浪的形態 譬如說如果說現在是9月11月12月1月的話 可能就是像我們身邊這幅畫一樣 也有 他那個永生流就比較強 特別是東部 在黑潮的這種永生流 會讓這種要到綠島或是蘭嶼的船 都沒辦法開 然後漁船也沒辦法出去 那對於這種海浪的形態 海波浪的形態的 直接的感覺 還有我們整個身體在面對 從岸邊到海邊 然後另外是花東縱古 我們看到他的陽光 從穿過雲層射下來 這種我自己注意到的是這種積雲 就是你不同的積雲的形態 然後就是這個是非常古典的命題 就是從這個Raskin 就在談Turner的這樣一個繪畫裡面 對底層的積雲 中層的雲 上層的雲 從一兩千公尺到五六千公尺高的 這些雲的形態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在台南美術史裡面 就我有限的了解 好像沒有人好好的談過 關於這個雲的問題 那但是在呂俊賢 我覺得他在旅行的過程裡面 不管是這個雲是下過雲 下過雲之後的那個雲 或者說正在下雨的雲 因為最近下雨 所以我們比較會看到說 其實那個雨鋪 就是在遠遠的地方 整塊積雲下下來 那其實都是沒有超過一兩千公尺高的 這樣一個高度的這個雲 那另外是對戶外的色光 那我覺得這種色光跟螢光的 這種色彩的這樣一個使用 因為我們剛剛也提到那個 就是張欣批他的那個創作 張欣批把這個部分更放大 但其實這個都是從 石川清一郎以來 我覺得一直沒有被明確解決的問題 因為這些色光的處理 它就已經不只是理論上面 厚殖民或是local color的這個問題 而是說你可不可以用一種新的表現形式 新的色彩的配置 然後去表現出我們在南部 可能你如果在鹽田的話 下午現在五六點的時候 那個色光變化的激烈的程度 然後從橘色粉紅色紅色火燒的顏色 那個對畫家來講 他的肉眼看到的那個部分 我想一定是透過比較完整的 比較多次的這種旅行的過程 慢慢這些現象才會變成 他要處理的那個繪畫的主題 這是我的感覺 那我是覺得他 因為他是喜歡走入社區裡面的人 但從剛剛講的1991年的台灣計畫 其實應該可以更早去 從寫生那一邊來看 就是說他其實在藝術養成的時候 是羅清雲老師在這個熊中那邊 他們用這種寫生的方式來 做藝術的養成型態 所以這個也就記入基因裡面 有一點那種硬科作用的那個東西在 然後他又跟他朋友這樣一路寫生下來 所以其實你如果把他台灣計畫看成 是一種全台走透透的這種寫生 只是他的寫生跟我們概念的寫生 那時候是不大一樣的 也是像龔老師說要拼貼 很多材料跟影像符號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會覺得說 他在紐約回來之後 他認為他自己要親眼親腳的去 那一個文化的現場 歷史的現場 還有環境 自然環境的現場 去做一個像海綿一樣吸取的動作 那這個東西他不希望是二手 他希望是能夠當面的去理解 或是說去感受那樣的 他很強調身體感 那這個身體感才能進入到他的繪畫性裡面 被轉出來這樣 這個是如果說為什麼他要這樣旅行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對他來講非常重要 那說到旅行就一定要提一下 就是這一次展覽出的這本書 就是跟著俊賢去旅行 那在裡面有提到這是2019年的想法 就是這個旅行團的成員 就是兩位老師跟一些親友 就是重新的去踏訪館長他之前走過那些土地 而且是台灣的土地這樣 那他其實這本書還是介紹一下 就是非常精緻 而且在封面上的設計就是 結合了我覺得是館長他自己的特色 像是組合字 會看到那個字是拆解在重組的 那還是組合字有沒有其他的說法 就是依你們 組合字其實它有很多名字 因為它不是一個非常學術的東西 沒有被定義 所以它有集合字組合字 合體字 合字 還有因為它材料 有皮革字 因為它好像在某個時期 他們是用皮革寫的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很多字的說法 其實你看那個材質 其實它都還這樣講那個 但是組合字 集合字是一個一個概念 合字這樣 對 那其實是從俘路學來的 蝦胡仔 那倒是把這個字都寫成一個符號 還有招財禁寶那種 對 那後來就被民間涌去當招財禁寶 因為它有一個俘路的感覺 嗯 當然也有吉祥的感覺 但是因為有俘路的那個系統過來 所以大家就覺得這樣有包庇 嗯 那李俊賢就覺得這個是非常台灣長民的東西 那又可以 嗯 應用這種解 解離中文字本身的意思 嗯 只剩下印 所以它就大量的 在它作品裡面使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嗯 那這本書還有其他特色啊 像是 它書封是螢光色的 真的 也很多 在館長作品裡面有看到 就是可能亮粉亮橘 亮藍綠等等的 那它的書中裡面 還有特別放到它的一些手稿 很像素寫的部分 它其實那這個材質摸起來就是很像 我們一般使用的一些素描本 或是一些畫質 嗯 而且每一章節那個 每一個章節的那個紙張 它其實摸起來很像油畫布 很像就是跟館長有點連結 就很像我們在看書也同時在 跟它有點在做作品的感覺 嗯 那個紙的觸感啊 跟內容設計都非常用心 所以很大家 推薦大家來看展 順便買書回去 那看完展 然後邊看那個書 就知道說 喔其實館長 他有去過哪些地方 你就可以更有一些投射 那下次你可能 到了那些場景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觀察一下 嗯 館長他所看到的那些景致 是長什麼樣子喔 欸那些那個周邊商品還有在賣嗎 還是那個已經沒有了 還有還有還有 還有在賣嗎 還有我剛剛有看到 有那個農藥袋啊 還有開灌器是我個人最喜愛的 我覺得杯子很不錯啊 杯子很不錯 杯子很不錯 還有貼布啊 貼布 所以聽眾如果來高美館是可以在這邊買到的 可以可以可以 也可以有夠 也可以有夠 那兩位策展跟那個親友們 這個團喔 去跟著俊賢去旅行 這趟旅程中 你們自己有沒有特別的發現跟感動的地方 或是更認識的館長 這位好朋友這樣 我會覺得說 其實當初啦 就是接到策展的邀請的時候 因為是家屬來找嘛 嗯 那對策展來講 他其實是要先面對 其實李俊賢才過世不到兩個月 嗯 那家屬就來找 那我覺得是一個很尷尬的時間 就是要 嗯 好像他剛過世我們就要處理他的作品嘛 嗯 然後要去給他一個詮釋嗎 嗯 要去給他一個定位嗎 那 我覺得這個都 對這個邀請來講都 好像不是那個時候的一個目的 所以 對我來講反而是說 因為家屬在我面前 就開始搞啊 嗯 嗯 那可見我多難搞 哈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這個意思 哈哈哈 就是家屬還在那個悲傷的 哀悼的情緒裡面 嗯 所以策展對我來講就是 欸怎麼走出這種 這種情緒啊 那我們自己當然也很惋惜說 欸館長怎麼這麼早就走 嗯 那究竟怎麼辦 然後 壓力也很大就是說 大家都在看 就是這麼重要的一個畫家 你究竟現在 你做的太過頭也不對 嗯 那還好後來我們有延了一年才開 開始展覽 嗯 所以中間 開始旅行就是因為很偶然的 我們去那個 嗯 大樹的孤山倉庫 看他的壁畫 那我就說欸那 那我們來旅行好了 嗯 旅行的話一方面我們把目標轉移 不要轉移 不要一開始就針對畫 畫家本身去討論 嗯 我們是針對他走過的路 啊路上有什麼 那另外是 每一次旅行我們在找一個引路人 嗯 比如說楊順發啊 嗯 安勝會啊 嗯 然後拉黑子啊 然後或者說一旦啊等等 這些攝影家這些畫家 他們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去引導我們 那這個焦點轉移之後 我們就會注意到不同的事情 嗯 譬如說 美蘭台地就是 發動縱骨26號公路吧 其實我們找不到美蘭台地在哪裡 但是我們開過之後呢 那個安勝會在路邊等我們 嗯 他說我在路邊等你們這樣 然後我說欸我們找不到 大家都下車了 那究竟在哪裡 安勝會就走了一段很短的路 然後一兩百公尺 就在那邊抽煙 然後我們就走過去 跟他一起抽煙 嗯 然後他就指前面 他說 這個是不是就美蘭台地 嗯 我們一看哇很感動 那時候整個縱骨的光就射下來 嗯 那我覺得像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其實對所有的人都很療癒 嗯 就是你不是說一剛開始就要去想展場 然後作品研究等等這些問題 但是可以用一種間接的方式去連接到作品 然後也讓家屬呢 去 因為我想家屬也不一定這麼了解他這些畫的地點 他的旅行經歷究竟經歷了什麼 對 有些是要從他朋友的口中說出來 所以我會覺得說 呃 在過去的策展經驗裡面 比較沒有這一段 嗯 比較 這是一個special case 就是 對 家屬在 這個畫家本人過世很短時間內 來找我 啊究竟應該怎麼辦 可能將來可以做成一個叫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如何 足球對決家屬 哈哈哈 真的 真的很困難 但是你沒有直覺 你沒有直球 你偷取球 對喔偷取球 偷取球 所以就透過旅行 然後讓大家可以有一個距離 嗯 可是又可以在一起 然後慢慢去釐清彼此的感覺 嗯 那也把就是 那那個宣達老師也一次一次的進來 就我們就慢慢了解 整個整體的狀態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 還蠻不錯的 對啊 嗯 好溫馨喔 對啊 第一次就上手 對 哈哈哈哈 而且這個好處 就是讓家屬很忙 對 家屬就會說 欸我要安排旅行 我要找誰什麼什麼 啊我們也不用很忙 對 我們就跟著去 我們就跟著去就好 因為他 他當然會覺得說 他們有義務提供訊息 提供連結 啊另外一個是我們又 跟秉淑姐 影音會嘛 對對對 就是2020年那個 那家屬又說 欸我們說那 加東加油 來做那個線上募款好不好 對 那家屬又變得更忙 對 家屬很忙 他就會慢慢忘記 對 那種 比較低沉的情緒啊 他會 有比較高昂起來的 那樣的一個過程 是 嗯 那像開幕那天有一個很特別的活動嘛 對不對 就是剛剛說到的影音會 對啊 對啊 我們要來多聊一下這個影音會 因為我那天沒有來看 是只有夏一定來看而已 對 只有我來看 對 我昨天在想我那天到底在幹嘛 我想不到欸 怎麼辦啊 又失意 貧乏 貧乏的人生 怎麼會這樣啊 死定了啦 每天都這麼的貧乏 所以就不用記 好 是這樣嗎 是嗎 可能真的是這樣吧 哈哈 好了沒有啦 其實那個還真的要孔卓君老師來講 因為我們是在會中有提到我們在做簡報的時候是講說 欸老師的聲音作品裡面有文字有聲音 嗯 那後來孔老師剛好在空種那邊 就跟聲音有關 那這個請孔老師來講好了 因為 家屬來找我說我是在空種 就是當代文化實驗室嘛 嗯 所以注意到一些不同介面 那我發覺說欸 那個 李俊賢的話 上面都會有一些技嘛 不管是集合制或是 譬如說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Wondering Boy啊 Sea Paul Experience啊 或者說蕭高燕啊 嗯 串啊 飄撇啊 鬱嘴啊 這些其實都是非常聲音性的 嗯 那再加上他 譬如說他這些滴灑或是波灑 這些光燕出來的線條 的這種爆炸性 嗯 那如何去表現這種能量呢 那當然也是如何讓家屬有一些事情可以嗎 哈哈哈 開玩笑 哈哈哈 就是我說欸那我們來做一個影音會好了 對 為什麼 因為他在教頭那 霧山倉庫 嗯 他有一個畫室 嗯 啊說要收啊 嗯嗯 啊收的話 通常也是一個情緒的結尾 對 那如果要避免這個情緒結尾一直往下掉 因為意思就是說 欸 吐水要去啊 以前的那些關係不在了 嗯 然後要切斷了 東西要撤回來了怎麼辦等等 這種情緒要怎麼轉到正面的 嗯 那我就說那不如他這些畫上面的這些影像跟聲音 我們用另外一種介面來做轉換 所以那個時候就找了林強 是 因為家屬都很有效率喔 就是我們只要一許願他們就去聯絡 哈哈哈 而且一定死命必達 對 所以他們就真的聯絡到林強 那我說好那真的聯絡到我就跟他去談 對 那我們又認識還蠻不錯的動畫團隊啊 就是叫北哲鋼 北哲鋼 嗯 這個動畫團隊 他們也做過總統舞投影啊 嗯 所以基本想法就是說 這些東西 譬如說 這百歲有火車在走 嗯 那其實動畫就可以讓他動 嗯 因為他的 你看他把他去背的那個邊都描好了 嗯 所以動畫團隊只要稍微取出那個圖像 然後讓他運動 再加上一些聲音的配置 嗯 他就會變成一種動畫 嗯 那我們再請那個 呃 薛琳達老師那時候 嗯 在屋山倉庫那邊 他就 去佈置那個舊倉庫戶外的場地 對 就變成一個 很 就是說 呃 應該就是一個 很很意外 嗯 因為大家 之前可能沒有注意到那邊有他的一個畫室 嗯 他也不知道要收了 嗯 啊如果這個事情就這樣結束齁 後面講出來聽的話 可能都是有一點悲傷 嗯 可是如果說那一天變成 影音會這個形式 就變得很好玩 直接鬧鬧的 對啊 嗯 嗯 但那個 要說一下 那個霧三八八 是2020年的3月 嗯 就先舉辦的那一場 對 然後後來在我們這一次的 李俊賢館長的各展這一次的開幕那天 也有一個 呃 影音會 就是偏庭土地南方球的 深金影音會 對對對 那這兩個之間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價格不一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越來越貴 越來越貴 我們本來那邊是 百萬 呃 百萬背景 嗯 就是你們如果有看那個資料的話 我們就很 李俊賢的把後面的 那個水塔 嗯 打光來 啊那水塔很大 它是工廠的 人氣水塔 嗯 我們就把它 剛好位置在後面 那我就打光 把它打成一個 好像 後工業的 破敗的 舞台背景 不用錢 但是 看起來像百萬 呃 舞台 嗯 然後我們就想說這應該就是人類的極限了啦 哈哈哈哈 後來我們這一 這一場在高美館這一場 喔 發現 哇靠 我們的舞台是多少錢你知道嗎 上造 的背景 哇靠 因為後面都是高級住宅 喔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舞台越來越貴 這個就是預算的差異性 超貴的 對 你看那個李玉琳館長多支持喔 我們商議的這個上造的 舞台效果 對 所以是價格的差異 喔 沒有啦 哈哈哈 其實我們2.0確實是有 有做了一些音樂跟強哥他覺得音樂上有些還可以再再更更貼近李俊賢的畫作一些 還有我們在整個舞台的設計其實我們只花了那個足價的錢 但是我覺得那一場是在在他李俊賢以前設定的那個南島園區裡面 然後我們一樣因為為了統一調性那邊也是用竹子請藝術家那個李俊陽設計 呃像布袋系的那樣型態的舞台這樣喔 所以其實都是很在地的元素這樣 對 那基調就是霧388的 對從那邊延續 延續過來的 他動畫也做的比較完整 然後音樂也做的比較貼近這樣 嗯 因為裡面剛剛有提到是那個嘉東跟加油 就是李俊賢館長他兩個 那個小孩 嗯 對他們也有參與這個這個影音會嘛 嗯 對 那裡面還有什麼有趣的事情發生嗎 就是在策劃這場影音會的時候 你指的是比如說有工作人員滑刀這種事情嗎 就是一些小八卦 哈哈哈 其實我們裡面有 就是說 呃我們都用 畫布作為影像投影的基底 其實就是喔 其實那個螢幕都是畫布 喔 而且兩次的螢幕是 呃同樣數量同樣尺寸的 第二次還拿來用 嗯 你看我們都可以去慈濟那邊報名比賽了 哈哈哈 很愛物喜物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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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但是 呃 什麼 比較特殊的好笑的嗎 還是 難忘的 都可以啊 感人也可以啊 或是喝醉酒在那邊 其實第一次 第一次有出現一個事情啊 就是說 第一次因為 整個影音會 它還有一個市集 嗯 所以蠻多人聚集的 嗯 在那個霧山 霧山倉庫那邊 然後 呃 觀眾也蠻多的 嗯 然後但是它有出現一個梗 嗯 然後這個梗就是跟奶茶 奶茶 還有那個 就是女性的胸部比較有關的 我也是說 劉若茵 哈哈哈 不是 劉若茵 你這樣會把你的 比較年輕的觀眾切掉 哈哈哈 就不懂 哈哈哈 對 是真的奶跟真的茶 對對對 但是因為 外送的嗎 不是 哈哈哈 作品啊 哈哈哈 所以 等於是說 那個 呃 館長他有一幅畫是把吸管 對 跟女性的乳頭 嗯 這樣子畫在一起 對 那動畫團隊就拿來做動畫 對 嗯 那如果他動起來的話 嗯 感覺就 非常的 對 哈哈哈 非常的飄片 對 那所以 在霧388的演出之後 就有 女性觀眾 出來提問 嗯 說 這是不是有那個 物畫女性的 嗯 這樣子一個行為 嗯 然後 那總之就 呃 形成另外一波高潮 對 就是 大家突然會覺得說 欸 他那個畫 看的時候 呃 但是說不出來 說不出來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對 那當然這個跟南部 不管是檳榔西施啊 或者說 這些 卡車司機 他們在 比較強的勞動力的這種狀況下面 跟整個環境的女性 互動的那個部分 嗯 我覺得特別跟情色的部分有關 嗯 啊 在那個 那個展演裡面 有touch到這一點 嗯 但是沒有繼續討論下去 嗯 我覺得這個是 我印象還蠻深的 那一天 嗯 那我的部分是 我覺得 真的是有保備啦 對 我們兩次活動 包括開幕 都剛好切過那個 就是我們 疫情 3月幾號 8號 8號 3月8號 剛弄完好像一個禮拜內 對 疫情就升級了 對 然後那個 開幕完 嘿嘿嘿 也是啊 也是一樣 啊所以 這個我覺得還蠻神奇的 嗯 對 會發生就是會發生啊 對 啊有保備啊 欸保備 因為如果沒有做 應該整個就賠掉了 對 整個帳戶也會變得很亂 所以 因為我記得很清楚是3月8號 然後 那一天 其實還沒演完 我就飛去那個 雪梨嘛 飛去澳洲 然後那邊 他們要做雪梨雙年展 去那邊看 那 但是到澳洲 我們原先 預計待10天 待到第7天的時候 他們就說不行了 嗯 我們那個海關要關閉了 嗯 所以你們要趕快回去 嗯 就是機票就開始挑啊 嗯 這些東西 那這一次也是 就是這一次 開幕之後 呃 也是一個 大概一個禮拜吧 對 然後一個禮拜突然就 緊繃起來 嗯 然後就是某些地方就爆發 那個社區群聚的感染啊 這一些 那我們已經 但是我們已經使用過 上照的那個舞台了 對 對 還好這部分沒有 沒有賠掉 賠太多了 沒有賠掉 大把大把的鈔票 史上最luxury的 要這樣幫大家宣傳嗎 幫大家宣傳 可以啊 但是因為你沒來看 就已經失去機 對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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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對了 那個沒來看的 可以上網Google那個影像 還是有一些照片在那個 沒有聽到聲音 可以看到舞台 嗯 我們不收費 哈哈 哈哈 好佛心喔 對 又要去報名慈濟的品質 哈哈哈哈 哈哈 而且它也好像也算一種社區藝術了 對 因為高美館它究竟怎麼跟這個luxury 嗯 的這個社區互動一直是一個問題 所以影音會的旁邊 因為我們先做了那個painting壁畫 對 然後把這一些那個等於是停車場的 這一些看像碉堡的啊 這樣子一個形狀的建築物 做了這種24位藝術家的壁畫 的計畫 那來這個五角秋齁 就是有狗秋 放狗的這一些社區民眾 不管是從比較luxury的地區來 還是從古山路那邊過來的都好 那他們都覺得說 欸這個地方開始有一些轉變 對 所以當我們使用他們作為舞台背景的時候 舞台背景的時候 他們也甘願 對 這是我自己解釋的 哈哈 我們有挨蝦子鬼啦 挨蝦子鬼 挨蝦子鬼 對 那老師提到這個壁畫其實是 因為就像我們那個painting的那個概念 其實是在表現那個李俊賢館長 他之前跟他們新台灣壁畫隊的這些隊員們 那些日子 所以他們來這邊會畫也是重溫一下 那個當初新台灣壁畫隊的時光歲月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表現了這個painting 跟社區的那種關係的感覺這樣 嗯 好沒有了 對啊 那我們最後還是想問一下 就是李俊賢館長給兩位最大的感動或影響是什麼 哦 這個問題 那我先準備衛生紙給 好 給楓老師 避免他帶壞我 上次他在開幕的時候就在那邊哭 有我看到 害我 你先好 害我 我今天自己有帶衛生紙 哈哈哈 那廁所很近啊 廁所很近 哭著躺過去 哈哈哈哈 還是我先簽罐給你 但是可能是 沒有啦 這當然就是說 還是覺得很感動 有這個機會 哦 能夠幫館長做這樣的整理啦 好那另外一方面也更深入的 嗯 進入他的作品裡面 因為以前都是看嘛 哦 這張這麼大張 哇 這張這麼小張 有時候那種 那種學習的過程 然後你會結構式的把他的作品 輸過一遍 嗯 那像跟著龔老師 跟著俊璇去旅行這樣的一個 一個計畫 那我們真的有用身體去感覺到 李俊璇在畫某一張的時候的那種身體感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有學習到 欸 怎麼 這更深入的去認識他作品的那個部分 嗯 這樣聽起來就是要大家觀眾來現場看 才知道他尺寸到多大 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而且那個HU超級有力的 嗯 而且他筆觸 一定要現場才有辦法感覺得到 對 雖然你可以滾很快 喔 這樣 這樣 好像保單的問題又出現 哈哈哈 那個滑輪可以滾很快 哈哈哈 去看大小 但是現場的那種物質性 像我們剛剛聊的那個物質性 沒有來現場感受一下 我們千辛萬苦弄出來的展場 嗯 那個氛圍差很多 嗯 沒錯 畢竟錢都花下去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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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 我是記得我們到花蓮港口部落 喔 在修固蘭溪口那邊 那個 Sabu Gazzau他們的工作室 項鍊工作室 我們去了那一天晚上 就在海邊喔 然後 嗯 他就 就 藝術家就帶我們做了一些 就 帶我們做了一些祝道 他 講了很多祝福的那個詞喔 那這樣子簡單的儀式做完之後 在晚上他就說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李俊賢 常來這邊 嗯 下海去游泳的地方 嗯 那我們現在在這邊就很像 他平常下海去游玩 上來 嗯 就是換衣服的地方 嗯 然後抽菸的地方 嗯 跟我們一起畫壁畫的地方 嗯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 嗯 這樣子的關係跟這樣的感覺 嗯 就 就徹展的經驗來講是 是很難取代 對 因為 他 你 只有徹展這種機會 你去 就 touch到對方這種記憶喔 他才會 講到這件事情 嗯 那 否則的話這件事情好像都被忘記了 嗯 所以 我覺得對我來講 比較感動的部分就是說 因為 呃 剛開始會覺得說是在陪伴家屬 可是到後來慢慢覺得說 嘖 好像是 呃 不知道是我在陪李俊賢 去走這樣子的一個 重新走一遍呢 嗯 他的這種整個歷程 還是說 李俊賢在陪我們走 嗯 因為這些事情就會突然冒出來 嗯 打黑子就會說 李俊賢他每次都要到這家 檳榔店 對 買檳榔 嗯 如果他沒有來的話 就是說我們要 幫他帶這家檳榔到高雄給他 嗯 嗯 像這些他們共享的這些 生命歷程 藝術家之間的友誼啊 情誼啊 我覺得都是 就是在這段過程裡面 嗯 我覺得 這個很難用 打電話 寫email 寫訊息啊 嗯 去取代掉 就是 只有你自己 走到這個人的面前 去問他說 究竟 你跟李俊賢是什麼關係 嗯 我究竟發生過什麼事情 那些事情才會跑出來 嗯 你問他說 可不可以帶我去走一條 你跟他一起走過的路 那這些記憶才會被召喚出來 嗯 那我覺得這個是 整個過程裡面 我 我比較感動的部分 嗯 就是在這部分就可以學習到很多說 欸 一個不一樣的館長 嗯 他怎麼去 用他的行動 去做 他跟土地啊 跟 藝術家 不同社群的 連結 這樣子 嗯 那這一件其實有 有一個 的 插曲 結果 廣東老師 是 半夜 十 一點 才到喔 從 從 宜蘭 殺下去 港口部落 對 好 你不知道殺下去會睡啦 對 然後 我說我去再 付錢你腳架 然後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一直說 他一直說我去再 我比較熟這樣 嗯嗯 然後他就去載 老師過來 喔他就像從黑夜裡面走出來這樣 因為我已經有點醉了 哈哈哈哈 太久了 哈哈哈哈 後來老師我很至高分 我說老師我沒關係 因為他要找 趕找班車去那個 結果 結果我就醉死了 哈哈哈哈 還好啦黑子有來叫老師 啊不然他又回不去了 哈哈哈哈 對 我覺得那個 都剛好在接近睡夢中發生這些事情 嗯 我覺得黑 那個那個很有很有那種 超現實主義的那個feel在裡面 嗯 有這種劇場感嗎 劇場感 夢境 哈哈 那我們跟大家講一下那個 呃 這個展覽是展到9月12號嘛 對不對 現在如果你要講這個 有改嗎 你可能要跟他們 官方確認一下 對 好像會對延長 你們自己可能可以再讀一下那個 好那我們再 我們再確認一下再跟大家說好了 因為現在還在展 然後大家如果聽聽覺得很有興趣的話 就是歡迎來預約然後看這樣 對 或者是去 滾 滾 哈哈哈哈 去滾嗎 哈哈哈哈 這個又不能滾太快 不能滾太快 哈哈哈哈哈哈 好就是如果想要知道更詳細的資訊 就上高美館的官網 去看他的預約制度啊 還是什麼方式 你要怎麼來看展等等 那就配合他們的指引跟那些規則啦 嗯 那但是我最後還是想要問一下一個問題喔 有點題外話 但是 欸 因為剛剛龔老師說 你家的 你 父母親都是外省人嘛 嗯 那 因為剛剛聽到一些台語 我覺得還蠻 標準 對蠻標準的 那是誰教你的台語 因為我是這樣 我在家一生嘛 可是 我們家只有很短的時間住在眷村裡面 嗯 所以說差不多三四歲就搬出來 嗯 但是 我媽媽很會講 因為要招菜騎仔嘛 嗯 然後她還幫人家打零工啊 就是勾毛線啊 做一些 嗯 嗯 家庭手工業啊 這些東西 所以她跟鄰居都處得很好 我媽很有語言的天分 我爸爸沒辦法 那 但是我還是都不會講 所以一直到 嗯 國中高中的時候 其實我還有一年 其實是反向經驗啦 嗯 有一年 我高中的時候 我幾乎都沒有跟人家講話 嗯 因為我遇到 我覺得我遇到一些障礙 嗯 啊現在可能會說是憂鬱症 嗯 但是我覺得那是一個 語言上面的障礙 嗯 因為我遇到一中的嘛 嗯 所以我們同學 全部都說台語 不會有人跟你 講什麼粵 沒有人要給你照顧 嗯 你國中的話 那時候我們還可以說 欸 這個班長啊 什麼 起立盡理座下 都跟這種人 你看 下課後就沒有人要給你接受 嗯 但是到高中更激烈 就是所有同學都講台語 嗯 所以你就很難 很難適應 嗯 但是 突然之間經過那一年 就是 可能也因為在那個語言環境裡面很久 嗯 那就慢慢就可以開始自己講台語 嗯 那那一年我們同學都覺得 喔這個班長可能要棄笑他啊 哈哈哈 平常是都沒有在說話 欸 啊只有 喊這個 上課什麼 起立盡理座下 還會帶隊出去升起 嗯 啊回來就沒有人在 就是沒有在跟人家講話 但是那個時候 呃 就萬省人的背景來講 他的衝突是反向的 嗯 就是說 假設我們感覺到有一些 跟土地啊跟歷史啊 跟這種意識形態 然後有關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衝突是從家裡面 要往外衝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問題 嗯 因為 我們家裡面當然會覺得說 你這個 你這個想法是 欸 是那個民進黨還是黨外 是黨外的 因為他們看電視啊 啊 這些黨國教育都是 還蠻封閉的 那個時候 嗯 所以 如果講到這部分的話 我的原經驗是反向的 就是我本來就在這個環境裡面 本來就在吸收 可是我沒有吸收的管道 因為我跟 這些實際的事情 跟廟會啊 跟那個 做信啊 就是這些農事 都沒有關係 欸 因為我們 我父親就是軍人 他那個系統是封閉的 嗯 那所以 大概是這樣子 嗯 所以 老師這個故事 預言故事就告訴我們 要學台語 要去哪一種 哈哈哈 而且他一個 跟一年不能講話 哈哈哈 不是喔 一中二中 因為都很活潑啦 就是他們 而且我們班上有很直接 反正在嗆老師啊 嗆好好啊 這種的 很多 對 所以他們講話都 都很直接 嗯 所以那時候就 受到比較大的衝擊 那語言 語言上面是從國小就開始了 因為我 我們 我小時候是 蘇南城 嗯 嗯 要競選 啊我們在學校 早上在那邊掃地 嗯 啊小學生也會討論政治 嗯 小學生就說欸 那個張立堂怎麼樣啊 蘇南城怎麼樣 啊 我就嫁到 我就跑去跟他們說 我說蘇南城喔 蘇南城就是一個流氓 哈哈哈 啊我們同學全部 沒有偉怪 哈哈哈 你在說什麼 哈哈哈 我說你說蘇南城 蘇南城 你張立堂 這是什麼 對 什麼臉堂 就是開始 顧臉董就是這樣 我都傻眼了 不敢回 我國小有年級就被 政治期嘛 就是說 哦 原來我周遭這麼多人 全部都是黨外的 是 但是因為我們 住在離眷村比較近 就是 完全沒有這種 這種 這種 sense 嗯 但是那個時候就有被嚇到 但是學語言是很長 你看 從國小五年級 大概十歲 到十七八歲才 台語才開始 很自然的會講 嗯 大概經過七八年以上 嗯 那我在這邊想要請兩位 最後來跟聽眾分享一下 就是 李俊賢館長他的 作品裡面的幾個台語 來教 就一人選一個 來教一下 聽眾 因為有些人可能不會講台語 幹林作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錯喔 這樣也不錯 我不錯 小時候 我已經一個被搶走了 哈哈哈哈 要再想一下 我 因為那主圖 那個部分是 我在弄的我當然很多 我們請龔老師先講好了 好 那幹林作媽是你要講嗎 沒有關係啊 我可以 我也不算 哈哈 就是要問老師們的 喔 欸 那 我就選 幹林作媽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 要爆點 那 老師有一個雙連瓶 嗯 好 我來講那個雙連瓶 雙連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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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連瓶火燒醋 雙連瓶火燒醋 嗯 嗯 這個 知道意思嗎 知道 知道齁 這個比較簡單 欸 然後幹林作媽 他其實有一張是 楊茂林收藏的 對 楊茂林 我剛剛說過楊茂林跟吳天章 他們其實都蠻有台味的 所以楊茂林一看到 結果說這張好 但他也是很直觀的 他沒有在考慮什麼投資啊什麼 他就收這一張 所以這一次 有一張是跟楊茂林借的 對 那好像原先 呃 李俊賢也不知道是誰收走 對 那一張他就是 那我覺得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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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話 讓最近這個話 是很 很 很重要的一個討論的這個 這個議題 對 也是在高雄 也是在高雄 對 那我們國小的時候 其實學台語喔 如果不會講的話 學台語最早學的 其實就是 所以我們講這句話特別順 對 因為它涉及到一種 你要進入到那個節奏跟力量 對 對 的那種瞬間爆發 對 那種感覺 對 我們小時候不知道怎麼 很多路馬 對 就是真的碰到常常 路上說 看不見瞬間就開始沒了 對 所以常會怕被 路過哪裡被人家打這樣子 對 那你的屁股就要很強 對 所以 甘露子也是一種屁股 就是說 你遇到這種狀況 你要先把它頂住的話 你就要把你的氣 跟你的那種 對它那種 抵擋 勢不兩立的感覺 先講出來 甘露子 就直接衝一下 這種開口 就要先擺出來 對方才會說 想一下說 好 不知道你後面是 傳向 所以不太敢真的動手 那所以這種身體感覺 我覺得 比較像李俊賢講的就是說 在工業城市裡面 大家比較直接在面對的 本來是物件 譬如說他做這個鋼鐵 他要做這個拆船 他要做這個 他有時候 比較不會順 比較不會順 他這個甘露子 其實是 有一點 自反性 就是說 我怎麼事情會做 比較稀小 就是說 怎麼這麼不順 這樣 補中益氣 對 就是 口中盔 讓他自己出一口氣 對 他自己覺得說 看我一定要過這一關 所以他有時候 不能說是 一開始就是針對別人 對 他是跟物件 土地 中間的 這樣的一個關係 然後之後再發展成為說 這種 人跟人之間的情緒啊 所以我覺得 乾淨桌罵他有一種 比較深層的情緒 這樣子講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豪小啦 但是 從 因為我是唸哲學的 很難避免把它變成一個 一個系統化 一個系統化 一個哲學化 因為海德格說過 就是 人的存在最重要就是一個 很深層的情緒 對 那這個深層情緒 有時候不是針對特定的人 他是在存在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很不順的挑戰 那種倒霉 那種被人家說閒話 或者說做事情 沒辦法克服某一些客觀條件的時候 他那個深層的情緒浮上來的時候 就變成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好 老師的結文很讚耶 對啊 測試力破百 收聽啦 對收聽 因為我看到他那一些 我們小時候真的超會罵的 對 我這種算是 比較有罵 我們的同學 因為聽說李俊賢他小時候 這部分非常強大 非常強 他可以連豬炮 整個罵不完 一直講髒話這樣 對 對方就會知難而退 對 像我們這種對在後面 對 然後 再加油天出一下 講兩句 這樣子而已 他是 他是 他是北港 他是北港 北港之光 小時候 他自己講的時候 他 他在小麥 小麥 小麥條 對 對 對方就是像周星馳那個 這樣罵贏對方 他經常都是這種角色 嗯 嗯 那個 你都 嘻嘻嘻 他還沒說 你都嘻嘻嘻 這個很簡單的白話 就是說 呃 直翻嗎 哈哈 還有是要請海德國出來嗎 哈哈 哈哈 他那個 差不多了嘛 哈哈 哈哈哈 我跟你講 你家死光光 哈哈哈 如果 如果你們 對這個展覽 好 再看完這個 呃 呃 網路一朗跟 看完這個展覽 如果有什麼疑問的時候 我在這邊公布 那個 龔老師的電話 零酒 哈哈哈 直接打電話 問他 他可以跟你聊很久 而且免付費 哈哈哈 哈哈哈 最近要考慮付費 哈哈哈 你們逼一下 我唸一下 這樣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啦 歡迎來看展 對歡迎大家來看展 嗯嗯嗯嗯 今天謝謝兩位老師在跟我們聊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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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我們聽眾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 跟KKBOX上搜尋 最新一集的阿特茶水間 Apple用戶在Apple Podcast 跟母星評價也可以到IG 及FB搜尋 最新一集的阿特茶水間 幫我們按讚追蹤加分享 喜歡我們聯繫 下方資訊欄 有我們的email 歡迎來信喔 但是 還是沒有龔老師的電話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有我們的email 那有我們的email 先email到你們的email 對 我再傳電話給他 傳給我 我在私底下把電話給你們 你們再email給觀眾 哈哈哈 不要直求對決 不要直求對決 我會把訊息再轉給阿達老師 哈哈哈哈 哈哈 好那最後還是要感謝高美館的支持跟協助 那還有策展人 工作均老師跟學人達老師的精采內容 謝謝 謝謝 掰掰 掰掰 要鼓多久 哈哈哈哈 還有三個小時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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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